全國政協會議第一場大會發言 港區委員陶海明說 他與反中亂港勢力進行了堅決鬥爭 逼為刀 同亂港勢力做堅決鬥爭之時 恐怖主義的英雲也出現在我的頭上 反對派不斷威脅我 我和我的家人的各種資料 被起底和網上傳播 我不斷收到恐蝦騷擾電話 甚至有門上門進行動蝦 他們想一直打救我的士氣 滑救我的意志 可我不怕 因為在我的背後 是我們的北京 是偉大的祖國 他説香港人甚至有些公職人員 對一國兩制認知有偏差 港獨仍然有市場 提出要剷除港獨的生存土壤 強化國民教育 但在香港一些人的心目當中 只有家沒有國 更加不治家國情懷的民族大義 中小學國民教育被嚴重妖魔化 至今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 造成學生認知混亂 他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 行使釋法權和監督權 就基本法23條立法 作出明確的指引和督促落實 也鼓勵香港居民到內地 學習、就業、創業和定居 有線電視記者一陣好回報道